一人女魔跨国卖淫?八人坦诚赔税,居然有! 到底有谁出国赔税?答案即将揭晓。 台籍女子戴军仪,Virginia,戴多名女子赴美,被美方移民局栏查,戴坦诚戴团伴游,因案情仪设蔓淫,美国国土安全部透过AIT,辗转将资料交给我方,北检随即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外事站,北市警大安分局组成专案小组,查出事涉跨国人。 英赵集团,集团主贤戴军仪,助力钟仪姿,Sindy,等人涉中借台女出国,远赴港澳,美国,澳洲,新加坡等地卖淫。 专案小组本周期以证人身份,已分批约谈集团应照女子约20余人道案,作另有一名曾是电玩代言人的A女性道案说明。 据了解,至少已有八名女子公称,原先以为只是伴有赔完,没想到竟得赔税,因身处国外,人生的不熟,拒绝的话,会被要求偿还高额旅费,也怕被扣护照。 不过也有证人否认被骗,坦证只想赚钱,还嫌荡案,人员党人财路。 至于受害A女供词,办案人员不透露。 检调查出已有义人或小魔遭遮骗妇美麦淫,一名被害女子卓献身鹰血。 刘乔安涉仲介跨国麦淫,风暴起点就是它。 太阳花羽王刘乔安昨因涉嫌仲介跨国麦淫,被依违反人口贩运防治法以五万元交报后传,并掀起一波国内女星,消磨伴游麦淫的新风暴。 然而这起风暴的起点,全因今年一月女子戴军仪,Virginia,戴多名女子赴美,被美方移民局拦查。 当时戴女被美国移民局拦查,她坦诚戴团伴游,因案情仪设麦淫,美国国土安全部透过。 AIT美国在台协会向我方检调单位检举,检调单位于是以戴女为中心,开始挂线监听,试图过滤出戴女所属麦淫集团的规模,成员,以及有哪些余子涉嫌麦淫。 刘乔安卷入跨国卖民风波,再度成为媒体焦点。 结果在经过近十个月的监听后,该集团成员轮廓慢慢浮现,检调发现除了带女外,在太阳花学运机间爆红,被称为太阳花羽郎的刘乔安。 与她的同居女友人终于自业涉中借女子跨国卖民,她们主要透过电话、LINE等通讯软体与卖民女子联系,再陪通女子出国性交易,而涉嫌卖民者除素人外,竟还有女艺人、女模。 要再确定该跨国卖民集团成员及卖民方式,于是决定在周一收网,具体涉嫌重借卖民的带女,刘宇基中女道安,同时约谈透过监听所掌握的多名卖民女子。 结果有女子正称,是被骗至国外财资市区性交易,检方因此认为三女涉饭最轻六个月以上,最重五年以下,得并科三百万元罚金的人口贩运防治法,因此将三女各移五万到五十万不等金额交保后传,并限制出境。 刘桥安设跨国卖民案,主贤代军仪,图,作造检方域令五十万元交保。 女模出国伴有多好赚!让专业的告诉你! 台北地检署侦办跨国卖银集团案,将涉案的刘桥安与主贤代军仪交保后,火速传唤以证人身份传唤八九零一位该集团卖银的被害人,其中包含一名知名电玩代言人A小姐,长发B小姐到案,引起外界关注,也让人不禁跨国卖银真的那么好赚。 让他们不惜放弃演艺生涯也要冒险。 PTT名人小商人发文伴有当然好赚啊,他说他有个小妹三天就赚了一万多的美金,折合台币三十二万六千多元,而所需付出的就只有一张机票钱。 小商人说,这种价码如果以应照女子接客来算,至少要接近百位客人,但到美国办邮只需服务一个人,一天至少就能进账三千美金,折合台币九万七千多元。 检方决办跨国卖银集团案,约谈李小姐等多名被害人到案说明。 不过小商人也透露,这种美国办邮需求并不多,毕竟他们都是金字塔顶端客人,而且还有分担忘记。 因此许多乡土局女演员,肖默,BCD咖,通告开,都有在接这样的case,小商人也坦然多多少少都有人来联络我,而且不少人是直接用我的脸书跟我联络。 不然你搭那些每天都出国都有名牌包的小妹们的钱是怎么来的? PTT名人小商人,撰文分析女模板有多好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